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依依赖的这个运动框架先倒进来 然后开始我们的DF代码 给window加一个加载事件 页面加载完成之后来自清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首先是来显示获取页面元素 所要操作的这些元素我们先获取回来 那第一个我们要获取的是谁呢 我们先从上到下吧 那第一个我们移入 移入哪了 移入左区域或者叫做左折段 左区域 好 好 左区域我们这里是不是这两个呀 左右区域对吧 有ID我们来通过ID来获取吧 好 左区left 通过ID 是left 是left 那有左区域 必定就有 右区域 好 red 它的ID是red 那移入 那移入区域之后 是不是要显示左右按钮 好 我们来定一个 左按钮吧 这个是 左按钮 left 按钮是吧 btnleft 它有一个ID对吧 叫做btnleft 好 还有右按钮 还有右按钮 btn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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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左按钮 对吧 那随便呢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所有的大图 获取回来 获取大图 是一个 big 大图 大图呢 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个盒子当中 我们先获取到上面这个盒子 因为 上下都是力 对吧 通过这个 top 先获取到大盒子 从大盒子这个对象当中 我们再来获取到所有的力 所以是 get element by tagnin 我力标签来获取 这是所有的大图 那上面这部分呢 就全部获取 结束了 是吧 那我们图示把这个下面的小图也获取一下 获取小图 小图 小图呢 小图呢 同样我们来先获取一下这个 Bottom Bottom下的所有Ul Bottom Bottom 这样呢就获取到了所有的小图 我们说了小图是通过这个Ul 对吧 改正Ul的这个 Left值来实现的笼包 所以我们把这个小图的Ul 来获取了 获取小图Ul SmallUl SmallUl 那这个Ul我们在央视中呢 其实并没有初始化这个宽度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图片 具体有多少张 甚至于我们和麦都可以随时来更新 这些图片 所以我们呢 来动态的给它设置一个Ul的宽度 初始化 Ul宽度 SmallUl的宽度 怎么算呢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张图片的宽度 乘以这个Ul的长度 是不是就得到了我们这个整个Ul的宽度 好 SmallPick的长度 Len乘以其中一张图片 SmallPick 我们就第一张了 它的OffsetWise 加上代位 加上代位 好 那么获取元素就全部获取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从上到下来看啊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要设计这个上下的龙波 我们采用的是Zindex 那我们怎么改变哪一张图片的Zindex呢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是不是得改变一个变量的值来 秦桓图片呀 来设置这个指定的图片的Zindex呢 对吧 我们点击小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小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来用下标来记录一下当前图片的下标 对吧 或者我们点击的时候 让这个变量的底增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个图片的显示方式 好 那我们来预设两个变量 第一个呢 来 我们说改变这个大图的层级 对吧 来记录一下层级吧 这个叫做改变 Zs当中的Zindex 我们来检测 好这里咱们是不是已经遇到一个Zindex是1啊 第一张图片是吧 然后我们初始值就给它一个1吧 那么一会儿只要让这个变量去低分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里面的那张图片付到最上边 同时呢 我们来 不管是点击时间 是吧 点击左右按钮 还是点击小图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控制一个下标啊 控制一个当前的下标啊 所以说来 用一个变量来记录当前图片的下标 好 那有了变量变量 在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什么呢 我们来设置实践了 对吧 好 首先呢 要让上面的这个左右按钮呢 能够显示或隐藏出来 对吧 那我们先让它们显示吧 这个显示 隐藏左右按钮 先让左按钮显示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设计了移入时间啊 好 移入的时候 同时移入什么呢 遮照或者是移入这个左按钮啊 都可以 让这个左按钮拿出来 对吧 如果只针对遮照的话 是不是我们移入按钮的时候 因为就要移出遮照啊 那是不是按钮就消失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同时给大家啊 比起来的 对吧 左按钮 加一个 almost almost over 移入 移入 同时呢 给左轴钮也加上移入 moze over 然后呢 交一个函数 那么移入的时候 其实让它的这个透明度呢 从0变成8% 啊那也就是说运到了刚刚的分装的这个运动函数 sport啊 我们刚才说涉及到几个参数呢 两三个参数是吧 第一个呢是改变的对象 那我们改变谁呢 那我们改变谁呢 要让按钮显示出来 所以是bdn left 第二个 是一个json 我们要改变它的哪一个属性 啊 是让透明度从0变成100% 对吧 所以呢 op city 目标值让它变成100 目标值变成100 OK 第三个参数 其实不必要了 是吧 完成这个运动就可以了 好 这是移入的时候呢 让它显示 不透明度100% 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还有移出 itl.net 写上armusout left 折到armusout 当移出的时候 来我们来触发这个实验 交易一个函数 移出的时候 是不是让它的透明度 又回复到了0 but 谁呢 还是这个按钮 改变的是透明度 目标值呢 变成了0 OK 这是左按钮 咱们来测一下 右边没有 对吧 左边 好 移入 移出 好 那咱们看 移到这个按钮上的时候 好 没问题 是吧 不会消失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设置一下 这个u按钮 u按钮 它的一个显示印象 Bt right Bt right 点上armusout 同时 同时呢 又折到 anarmusout 好,交用函数 同样的通过运动框架来改变 这个右按钮 bt-write 它的透明度 of city 目标值呢,它的显示是100 write 现在 almost over write move over 这个是移出了,应该是out out 好,交用函数 变动框架 改变的是右按钮 所以 bt-write off city 让它隐藏视频 好,我们再来测一下 右按钮 OK 进入,是吧 移入,移出 没问题了 那么这两按钮的就实现了 接下来呢 应该实现上面这部分的按钮 是不是还会点击时间啊 OK 那咱们来实现一下这个左右按钮的点击时间 好,点击左右按钮来切换什么呀 切换图片 切换图片 那么给做按钮下一个onclick点击时间 当点击的时候 其实我们控制的是什么呢 控制的是这个图片的下标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生命了一个变量叫做noclick 来控制这个当前图片的下标呀 那点左按钮 左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下标应该是d减呀 说数组当中 应该是d减对吧 d减 noclick减减 但不能无限之减呀 我们数组的下标是0对吧 最小下标是0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判断 答案noclick 它小于0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再剪了 对吧 再剪也没图片了 所以呢 当小于0的时候 让它循环起来 那么给它指向最后一个图片的下标 好 厂度简易 最后一张图片的位置 好 这是改变了这个当前图片的下标 对吧 嗯 但是图片真正的变了吗 没有 我们一会儿来分装一个让图片运动的这个触手函数 啊 一会儿再调用 先控制这个下标呢 可以递减对吧 好 右按钮 btnwrite 给它加上点击事件 那向右的时候 其实这个应该是越点越大 对吧 所以呢 加加 那加加也不能无限制减 我们数组的长度是有限的 是吧 嗯 图片也是有限的 所以呢 也做一个判断 当它大于了 我们这个图 所有图片的 就是大于这个最大长度的时候 最大下标的时候吧 让它呢 也做循环 让它恢复成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下标实力 同样呢 这里也有一个交友函数 对吧 来真正控制这个图片的运动 好 这是上面这部分的事件 我们就加完了 是吧 两个 一个 两个一入一出 一个点击事件 好 接下来呢 小图 大家刚才也分析了 对吧 嗯 小图 也有哪些事件呢 有移入 对吧 有移入 移出 还有点击 好 好 我们来继续加 接下来呢 就是给小图加事件 小图 添加事件 好 循环一下我们的所有小图 来给它加事件 嗯 small peak 点上 循环小图 所有的小图 那我们先设一下这个 一入一出事件 嗯 一入 小图的时候 是吧 啊 给备一个小图来 添加这个 移入事件 啊 mos over 好 一入的时候 我们说 透明度呢 变成 百分百 好 利用移动框架 来改变 当前对象 啊 当前 一入的这个小图的 透明度 透明度是 Obs 对对 让它的目标值呢 变成100 对吧 好 一出的时候 一出的时候啊 small peak I out 啊 啊 一出的时候呢 透明度在 恢复成50% 但有一种情况 就当前图片 那张 那个图 它是 不会恢复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还得 做一个判算啊 除了这个当前图 是吧 当然我们 这里还得记录一下啊 记录一下 我们当前 一入的这个下标 好 在循环这 嗯 给美丽一张小图吧 给美丽一张小图 加一个自定义的属性 啊 叫印带 来记录一下 当前的下标 也就是说 我已入的这张图片的 当前下标 对吧 如果不等于 刚刚记录的 这个当前 记录的图片下标的时候啊 No peak 对吧 如果等于了 不就是当前图片了吗 当前图片的话 我们这个透明度 不应该发生变化了 是吧 那么不等于的时候 也就已落其他图片 那么它的 移出其他图片的时候呢 这个透明度 应该再次变化 是吧 嗯 改变的是这些图片 这个图片 它的透明度 Opcd 再恢复成50% OK 那么这是小图的 一入一出 一入一出 刷新 好 一入 一出 是不是摆成50%了 一入 一出 一入 一出 当前图片 没有任何变化 对吧 OK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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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